来看这个节奏型 你现在会扫它了吗 它是我们初学者在练习扫弦的时候 最先学的几个经典节奏型之一 练会这个节奏型分两步 第一步先把拍子扫对 第二步把它扫好 运用到歌曲里边 从图上看 第一拍下 第二拍下下上 第一拍和第三拍一样 第二拍和第四拍一样 也就是说我们要把前两拍扫两遍 它就成为了一个四四拍的节奏型 它的第一拍不难 因为就扫一下嘛 稍有点小复杂的是第二拍 前半拍一下 后半拍两下 下下上 把这两拍连起来就是 下下下上 你把它理解了学会了 也就解决了第一步 第二步是如何把它扫好 并且运用到歌曲中 首先想要把扫弦扫好听 初学者最容易出现的一个错误就是 斜着扫 这样扫的话 你的和弦不会饱满 听起来都是松散的 乱的 应该垂直于这个琴弦 不要求你特别的垂直 九十度垂直 你最起码不能这样去斜着扫 尽量的让它上下扫 它唯一能撑上难点的地方 在于第二拍的结尾和第三拍 怎么去接 因为第二拍的结尾是十六分音符 第三拍又是一个四分音符 千万不要等 我发现好多我的学员都是 怎么教它 它在扫的时候总是扫完一遍 然后就开始等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下下下上 停一下 然后下下下上 这样扫的话 单独说这一拍你扫的对 但是整个这个节奏形 这四四拍你连起来 它就不对了 它这里边不应该有间隔的 这绝对不能等 第二拍扫完了以后 紧跟着第三拍 它就响起来了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然后怎么把它运用到歌曲里边呢 它就要求你弹得特别的熟 手形成一种惯性 在你唱歌的时候 想歌词的时候 手不至于乱 它就需要你大量的去练它 我们如何用很短的时间把它弹熟呢 它就需要你在练习的时候 全身心的都投入进去 我现在说一下 我当年是怎么练它的 你的肢体能动的地方 都投入到这个练习里边 脚跟着打拍子 头也跟着拍子在晃 也就是说 我的肢体能参与进来的 全都参与进来 全方位的去感受它的节奏 其实是这样的 那是我的人 也说你是谁 爱的